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当地时间上午十点 在韩国首尔青瓦台银兵馆开幕 韩国总统尹熙悦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致辞 之后三国领导人将共同会见记者 并出席工商峰会 作为主席国 韩国总统尹熙悦强调 中日韩领导会议 在四年半后得以重启 期待这一次聚首 可以成为三国合作的新起点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 这次会议是一次重启 也是一次新的开启 中方提出四点建议 包括要推动中日韩合作全面重启 坦诚对话 反对集团化 阵营化 反对将经贸问题犯政治化 反对脱钩锻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表示 日中韩三国GDP占全球20%以上 要扩大三国合作 引领国际社会 避免分裂 三国需要共同拿出智慧 ��辱的组合作 几特兰飞 几特兰飞 感谢观看